- 哈喽,大家好,我是祖格 那我们今天影片的主题呢 是要来分享白银的码的打牌 以及它的所在位置 那我比较习惯打的是KAMAS TID 那打它有什么优点呢? 主要是为了它的素材 它的素材的话都可以卖钱 一个的话都可以卖150 然后还有为了它的这个弓 好,弓有时候会刷到一些攻击加成的 那一次可以发射三发 然后在打怪上面会比较痛一点 那打法的话呢 会利用你采集到的烟雾果实 在地底是比较好采的 所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那射到它的时候它会产生问号 那依照你的轻重武器的不同 攻击次数会有差 重武器的话像是大剑 那我个人会习惯是打四次 四次之后再拉弓 射一个烟雾果实 那如果是轻武器的话 我会打三轮 然后再换烟雾果实继续打 那打之前的话可以吃力量料理 这样子的话比较省素材 所以这次我觉得比较轻松的打法 就分享给你 那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了 如果一开始遇到人马的话 不要紧张 好,后期就随便打了 好,那感谢你的收看 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了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就记得帮我点赞吧 那感谢你,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